在失智据点工作人员陪同下 轻度失智的阿姨及叔叔 不但要招呼上门的客人点咖啡和点心 也要小心翼翼端着已经准备好的咖啡和点心 送给客人品尝 小兵的 对对对谢谢 谢谢 很好 基隆市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也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 长辈失智的问题也将增多 因此伊甸基金会基隆区 特地结合新义区 义四路一家咖啡厅业者 让轻度失智长者们到店里面 轮流做一日的外场服务生接触人群 提升自信心也减缓退化 那所以其实在据点里面 我们就有这个练习 让他们练习煮咖啡 重泡咖啡 做蛋糕 做糕点 那也让他们到社区去做一些分享 那慢慢的在这过程中 他们就也培养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自信心 那也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互动的时候 不会太害羞 那也勇敢的去表达自己 那所以在我们今年就开始规划 希望他们可以走入社区 并且呢 借着跟社区的互动 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更多的了解 其实我们轻度的失智症长辈 其实可以透过一些互动 可以让他们延缓他们的失能状况 那也希望说 透过在社区的互动呢 也可以让更多 可能目前还 也已经处于失智症状况的人 那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联络 我们共同来为长辈 我们来付出我们的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着这样子 我们未来呢 可以走到社区里去 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 餐厅呢 或是咖啡餐厅的 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合作 然后让他们更多的机会 可以在我们的这些咖啡餐厅里面呢 去做一些服务 那把他们做一些展现 咖啡厅老板表示 他们很乐意和一店合作 让轻度失智长者来体验 咖啡厅外场服务员的工作 只要是能够帮助到长辈 我们店内其实平常会来的客人 大部分的年期都是中老年人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跟他们聊天 或是帮他们服务的时候 其实有发现 现在的社会都是已经是高龄化 但是他们却对于 我们年轻人的文化 或是社会是有点隔阂的 常常会听到他们会说 跟家人啊 年轻人会有什么争吵啊 或是是想法不同 我都会给他们不一样的建议 我也是觉得说 如果多一个场合 能让老年人更有自信 可以在七十或是八十岁的时候 还是觉得我自己是很有用的 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才愿意 听到伊甸有这个计划的时候 是很愿意以及乐意帮忙的 张哲门的服务也都获得客人们很不错的评价 对于伊甸基金会基隆区的新做法 辅导师至据点的主管机关 基隆市卫生局也觉得很棒 未来可以多加推广 因为我还跟阿嬷确认了一下说 我点的是热咖啡 阿嬷就说对啊 是热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过程让我们刚讲的 动动脑袋然后动手动脚 然后做的这个过程又更能够练习 而且有更多跟人家接触的机会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社会接触跟互动 那这个也是我们社区据点 在照顾认知功能退步过程中的长辈 在努力的方向 那虽然在据点里面就可以 有很大的程度可以与人互动 然后有可以达到这些目标 但是出来外面又可以让这些 在适当的支持下面 然后又可以让这些的练习的过程 体验的过程 发挥的过程都更进一步 有社会参与 然后自己也觉得很有意义 很有开心 然后会保持进步 然后延缓退步 幸好店里面有两只老板饲养的店猫 不怕生相当亲人 也让体验当服务生的长辈们紧张时 偶尔可以摸摸猫咪 来减缓紧张的情绪 放松心情体验好自己的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